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来了 那位科长 没跟你一块来喝茶 他今天有事 那您请坐 来来来 您请坐 还是老回去 一杯清茶 一盘瓜子儿 好 那您等着啊 来了 来了 你看这天 说下就下 那就是 来 你慢慢喝着 好 来吧 来吧 卖棒冰 卖 赤豆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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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棒冰 卖棒冰嘞 大婶 让我来两根赤豆棒冰 好嘞 就剩下两根赤豆棒冰 真巧 来 给您 谢谢 来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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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别下忙了 赶快的 来 来 吃个冰果儿 为了好快点 好 看你多有福气 老婆多疼你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嫂子 我为了一根棒 你给我吃一口 呀 想得没你 哈哈 来帮冰嘞 吃豆豆 好 野猫已经被人认出来了 他没戴面罩吗 他要求我们 冲面帮他 好 我去 不行 现在风声很紧 你却不合适 那要谁去 去 上次我被公安带走 你们都吓坏了吧 可不 我一看见刘老板打的信号 吓得我赶快刘了 哎 后来怎么着呢 没事 我把他们糊弄过去了 不过那些伪钞 再也不能用了 起码我们自己不能经手了 那怎么办呢 找不相干的人 不认识我们的人干 对了 那野猫的事到底怎么办 让他自己摆平 反正他不认识我们 真出了事 也不会咬我们的 不认识我们的事 是什么事 他在这边 他就在这边 不认识你 他在这边 他在这边 就是他在这边 你们要干啥 同志您好 您还记得我吗 昨天带您去找的我们领导 我什么都不知道 同志 这就是您要找的实连长 我谁也不找 这位同志 我们想见一下你们温太太 温太太不在家 同志你开家门 你让我看 走吧 老板 来杯茶 来啦 先生 您要绿茶还是清茶 白杯龙酒 好嘞 学生 上茶 先生 您慢用 先生 您慢用 好 马上就送过来 马上您了 学生 准备水桶 您知道 您啊 刘雨 他们对我们公安局是信任的 那刑翔同志接待那个老保姆的时候 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我问过刑翔同志 老保姆只是交给他一份手表丢失的清单 别的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事 那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呢 泰勒女士和老保姆是此案的证人 他们必须接受检查 温兆光的妻子是个英国公民 如果要对他进行询问调查 除了要向省厅报告以外 还必须向市委办公室报备 虽然只是个手续问题 但是我不能舒服 这样 你负责起草一份报告 明天送交市委办公室 是 秦岚 妈 给你看看东西 喜欢吧 这是什么呀 给你做裙子的 接上好多姑娘都穿上裙子了 妈 这个 这太花了吧妈 我穿不出去了 花什么呀 你皮肤这么好 妈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的 你看多好看呀 那也太花了 这不要 年轻时候不穿 跟妈一样老了再穿啊 想穿也来不及了 妈一点都不老 我看 您穿这个准合式 我看看 干什么呀 挺好看的 你自己做一宿吧 给你做 马上做啊 干嘛呢 文化工演出 让我写个报告词 你这纸哪儿来的呀 在你困地找东西的时候看见的 怎么了 我这纸你不能用 怎么不能 我跟你说啊 这纸啊 是写毛笔字用的 你用钢笔字写 字会花的 没事 我喜欢嘛 再说你又没有用 不懂事 给你拿别的 打算 用钢笔字用钢笔字乱 是有钢笔字用钢笔字用钢笔字 好 你今天是怎么了 吃饭发了 水手 一会儿吃完饭把桌子收拾了啊 看你这红图附体的样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你快把门关上 这什么呀 今天想过我来两个查课 我总觉得这人有点面相 但是总也想不起来他是谁 刚才我突然想起来 这人是安定点手下的一个组长 这就是他给你的啊 肯定是 去年 我就试试接着这个通知 去参加电查暴动 差点被打死 那你觉得现在该怎么办呀 郎今天走的时候下的命了 只要试接着这个通知 必须到指定地点去接受任务 不行 不行 你不能去 这些人心很生了 如果你不去 我就死定了 现在是新社会了 再说他们要好长时间都没跟你联系了 有可能就是试探 你啊 你啊 就装作没看见 说不定 他们还就不找你了 这行吗 你听我的 王李他们 他们现在不比以前了 你啊 你也多了 总结的这件事情 该结束了 没想到 一切都完了 我这几十十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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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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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点手 拿点手 松手 为什么打人 打个小偷 小偷就打人哪 快把我的手偷 打个蛋 打个你的手 打个你的手 叫什么 这次是 报告 进来啊 世光安静的实验不知道 快请他进来 是 你今天怎么来了 我听老高说 这个案子进展的 不是很顺利 是 闻上官的妻子 和保姆的口供 有很大反复 是 不要着急 要慢慢地劝说 目前 要想尽办法 搞到黑三角计划的内容 只可惜啊 李虎同志不在了 厅长 我今天来 还有个情况向您报告 说吧 我今天在去省委的路上 路过红星小学下门口 看见一群孩子 在追寻了 在追寻李虎同志的儿子 小家伙下坏了 蹲在地上跑 那些孩子一边打他 一边还骂他小透了 我认为这样下去 会对李虎同志的儿子心理上造成很大伤害 那你有没有和他们老师反映一下 我找过他们消防领导 他们消防领导给我的答复是 这些打人的孩子 也都是烈士的后代 他们是基于对特务的仇恨 我们其中有些孩子的父母 就是因为特务告命 而遭到杀害 所以他们消防很为难 管多了 还被人说阶级立场有问题 厅长 李虎同志是为革命事业牺牲的 她的妻子称赌贞 现在已经没有了工作 所以我请求组织上 能够给予他们部组 特殊照顾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 我和你一样 也很同情李虎家的处情 可是目前 戒级斗争十分复杂 黑三角计划 到现在 我们还毫无线索 而打入我们内部的敌人 也没有暴露 从大局出发 如果我们现在 对李虎的家属进行照顾 那对我们的安全工作 会很不利的 那我们总不能看着 这孩子挨打吧 你的任务是 温阳一案 懂吗 是 温阳 伟超案有了重大线索 真的 对 东城分区的同志 接到群众举报 说有个叫刘铁的同志 到处谣言 在他们家里发现了 近一百十万块钱的围巢 这刘铁人呢 现在是平视吗 不怕 石头长 你回来了 伯克 喂 一会儿进去你来助手 是 是 座远 你叫刘铁是吧 是 是 什么首长 不用叫首长 叫同志就行 阿 阿 阿 是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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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什么 带你到这儿来吗 我 我该死 我这乱说话 我这也是前两年啊 打仗打怕 想多买点东西 存起来 一方万一 什么一方万一 你说什么呢 不是 其实我 我也没说什么 我却说 说 我 这些钱 是你的吗 不 不 不是 在你们家送出来的 不是你的 是是是 不是 不是 你到底是不是 其实这 这钱嘛 它 它是我 我朋友的 放我这儿都 半年多了 我本来也不知道 你能不能吃什么 最近哪一看 钱 我这一周末 他也没得消息 把索性 救我到我了 我妈了 所以就 我把钱了 你怎么来了 东厂的刘铁被抓了 那批钱也被他们发现了 他都知道什么呀 他倒是只熟悉他下边的 别的他应该不清楚 那你呢 他们都见过你 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而且 跟他们见面的时候 我换了一副打人 应该认不出我来 不能再用这种 直接的办法了 得其他换了一顿 那狼狗造的呢 我发了信号了 可他没动静 日子过安逸了 都不想干活了 催催他 你赶紧走吧 去 刘铁 你今天多大了 三十九 家里还有谁 还有个媳妇 不过 两年前跟人跑了 现在就就我一人 听你的口音 你不是姜丛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我 我是蒲田人 小鬼子投降以后 才到到这儿 我再问你一遍 这些伪超 到底是从哪儿来到的 都说了 是我一朋友的 刘浅 墙上这八部份你认识吗 认识 认识 念初 探呗 总 总管 抗 抗拒 总 总监 我再把我们的政策和你讲一次 对待那些顽固无话 最不交代的敌特分子 我们严惩不待 你刚才说的话有几句是真话 这 同 同志 我说这都是真话 是真话你紧张什么 每当你紧张的时候 就会用你的手摸你的鼻子是吧 刘浅 我想你心里边很清楚 伪超一案我们抓获的人 不止你一个 你现在可以什么都不用 但是我告诉你 别人会清清楚楚地交代出来 那么到时候你剩下什么呢 点背 伪超一案是大案 让你心里更清楚 如果你想被枪毙 我们也可以帮忙 同志 同志 胡太太 胡 都胡太太 我是国民党保密局 在江 江城战队 小组长 我说我对你 封面前赴 石科长 想不到你这么厉害 还会心理分析啊 什么 什么分析 心理分析 你从他一个动作就能看出 他是不是在撒谎 这个呀就叫做心理分析 我从书上看到我的 什么分析不分析的 这明明就是凭观察和经验 可是石科长一下就指出来了 还迅速地击溃他的心理防线 让他什么都说出来了 你们说什么呢 说得这么热闹 我们在说刚才审讯的事呢 石科长可厉害了 你看看 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你们不叫着我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没有 行不客战 这个案子本来是他们两个人负责 我就是赶上了做个热闹 伯干 喂 把那个流铁的交代材料 做份报告交给局长 是 人业同志 是 来 报告吗 什么事 你怎么不去进货呀 我已经想好了 就在床上装病 让他们看不着我 这看不着我 他们也不来找我了 可是 你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时啊 那我有什么办法 你 你看 你看 我 我这右眼早上起来跳得厉害 这弄不好是有货呀 要不 你去自首吧 什么 你 你让我自透露网 我跟你说呀 那通告我说了 那通告我说了 要是坦白呀 可以分法处理 要是有立功表现的 还可以既往不救 不 不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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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我怕 你就不怕被共产党给抓了 你没看见大街上 天天都有特务被抓了以后 给镇压枪毙的公告 你要是跟他们一样 那我和肚子里的孩子 该怎么办呢 那你真的让我去自首 你 你是有点头又有摇头的 是让我自首还是不自首啊 要不然 咱们就 再等两天吧 看看 如果要是没有消息的话 那不就等于没有事吗 那我们就可以过以前的日子了 好 这样好 好 怎么了 火灶 今天有什么生日来没有 没有 哦 对了 就是来过两次那公安 他今天上午又来了 可是没做多一会儿又走了 怎么 又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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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哥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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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可能就是黑三角计划的一部分 这就是那个刘铁交代的介统暗号 对 这个刘铁交代说啊 那天晚上他们集中的时候 先是发给他们大量的伪钞 交代给他们的任务就是 大量购买商品 东台物价 制造谣言 其他抓起来特务都怎么样了 都已经抓捕了 而且都进行了审讯 说的跟刘铁的口供基本吻合 那这个伪钞案就算破了 基本上就算是 温赏光价有什么线索呢 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 对了 还有什么 这个伪钞啊 其中有一个特务交代 他知道他们这个计划当中 最大的一个头目 代号叫做水鸭子 特务有没有交代 水鸭子是什么人 可惜上次资料是起火烧毁了很多重要资料 不然的话呀 我们或多或少也能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先这样吧 好吧 散会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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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因为你都emer interrupting 去你的山呢 被同学怯了 那么小的孩子 我不想让彼合那么重的包袱 知道吗 今天小刚越长越像的 脾气都像 我现在一个人 带着孩子 过得挺苦的 我活得累 可是我一做字话不知道跟谁说 我没认识 你知道吗 每天晚上 我每天晚上一醒来就想你 我心里也恨你 可是我还是忘不了 子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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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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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